中小企业一直是各国经济发展稳定的力量及成长的动力 因为社会的发展创造许多就业机会 台湾在过去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经济奇迹 除了部分仰赖国际间的援助外 也必须归功于台湾的中小企业主 当年许多台湾的商人拎着一纸皮箱 操着声色的英文就飞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 也因此造就了台湾前眼角默的经济成果 而台湾开始进行对外援助工作后 也希望将这些宝贵的台湾经验分享给更多发展中的国家 因此本集节目我们将请李副秘书长跟我们分享 台湾在这方面的运外经验 李副作者您好 你好 李副作者我们刚刚有提到 中小企业是台湾经营奇迹 创造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尤其是在一些开发中的国家 中小企业甚至是这些族群 唯一取得就业机会跟收入来源 相较于这个大企业来说 小企业的资源和规模相对的比较少 对 这样的模式 它有什么存在的优势 或者是营运上的困难 一般来讲在中小企业 它因为小 所以它相对的这个机动力就比较大 弹性比较高 我们会常常听到以台湾的中小企业 是我们经济的命脉 再加上因为它是生产力也不错 所以相对来讲 对它是一个利己 技术性 另外还有创业精神 像创业精神 它有这种刻苦耐劳去迎接挑战 相对于一些大企业 它有一些策略或政策的拟定 需要层层的去考量 中小企业是不是对于 对顾客的需求的回应也会更快速 对也相当快速 但是它在营运上有什么困难 对它的困难当然低一点 我们还是要谈到财务方面 能够调动的这个能力 还是非常有限 说老实一点 因为这么竞争之下的 大型企业往往比较占优势 在市场的竞争方面 尤其是在生产跟研发 这两项 基本上中小企业就会比较输 因为研发都是比较在高端的 高端的 而且是上游产业 中小企业就没有这一笔的预算等等去投入 第三个就是管理人才 因为大型企业或是政府部门 它又来自于不同领域 相cover 然后中小企业 因为它只是针对它的某一项的企业 都是以市场为导向 所以因此它的人才的部分 相对会比较弱一点 而且再加上它的人力的流动性比较高 因为它的薪水没有办法跟大型企业来相比 它的薪资竞争力跟大企业是没有办法的 没办法的竞争 比较不容易留住人才 第四个就是它的交易成本 中小企业一般来讲会比较高 因为它的经济规模小 相对的它的成本会比较高一点 跟大型企业一次 这个1000公吨跟一次10公吨的那个价钱 就有差 国际间各国政府 对于他们的中小企业的扶植 这个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芽 可以说相当早 应该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出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然后你在二次大战之后 就开始对小型企业的 进行它一个扶植 特别是一般保护 那时候的时空环境是怎么样 因为它战后 所以百月代酒 那大家都生活都比较辛苦 所以很多小型企业就受到保护 在那个时候都设立起来 但是小型企业毕竟还是比较脆弱 所以因此要帮助他们 然后呢在1944年 乌列敦森林会议 是 之后就有两个重要的机构 一个是IMF 跟国际货币基金 跟世界银行 国际十年之后 他们也设立了这个IFC 国际金融公司 对 国际金融公司 就是他们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所谓的扶植 这个国际间的 开会中国家的 他的小型企业 私人企业的发展 然后差不多在1958年 爱生好政府 特别在他的政府部名 设立一个小企业发展局 从那个时候 才真正看到中小企业 就这个定义才开始明朗 所以又到1970年代 到1980年代 像八年代有雅银 雅银他的设立基本上 也都是对于他的私部门 私人部 私部门方面的协助 那雅银在1987年时候 有设立的所谓的 这个亚洲金融投资公司 针对在中小企业里 提供的相关的融资贷款 1991年时候 欧银成立了 欧银成立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来让过去的全苏联国家 从一个计划经济 转变成市场经济 那在市场经济里面 他的最主要的福祉对象 也就是中小企业 对 再来在1990年 是IDB 也是一样 在美洲开发银行 美洲开发银行 有关于私人部门的发展性 这个部分 那我们知道的 在这个IDB底下 他有一个MIF 主要focus在中小企业 IGDM还有一个计划 就跟MIF在合作 最主要也是 针对在中小企业 转融资的部分 来帮助他们 然后在1996年的时候 市影跟IMF 有针对HIPC 对比较贫穷的国家 就是有关于减债的部分 这些的企业本身 因为大部分是来自于 这个非洲国家 SIPC 那你可以想见到 这些的贫穷国家里面 能够扶持它的产业 当然还是以中小企业 这个小型的企业为主 另外在 从1996年开始 这个联合国 它会有一个十年的 小米贫穷 每十年一起 十年一起 但是小米贫穷的意思就是 要帮助它经济的发展 但是经济的发展里面 这种中小企业当中 就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这些开发中国家 中小企业 它大部分所占的在企业的 这个百分比 就超过90% 都超过98% 如果这样讲的话 其实国际组织 就是运用中小企业这个领域 在对于降低贫穷 还有它的会员国的这个经济发展 其实投注很大的力量 而且中小企业的扶持 对于这个经济发展 也会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没错 对于这个促进经济发展 其实会变成一个大要紧 联合国的这个永续发展 目标里面的目标吧 就是在提这个 就是经济发展 跟这个地生活 就是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像样的工作 体面的工作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收入 对 刚才提的这些国际援助 有没有一些案例 在国际援助的这一块里面 我可能要特别要提两个 一个就是OECD OECD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OIN 因为OECD在对 有关于在私人部门 它有定立一个准则 它希望它的这个会员国里面 对它的这个中小企业的部分的发展 也能够往第一个政策面 从产业的辅导 甚至于在资金的取得方面 都有一套的这一种 标准跟基础 对 一个概念出来 然后给它的会员国 再来就是UNDP 它曾经呢 有跟日本来合作 合作 在非洲 设立了非洲科技王 那科技王就是刚刚提到 这个数位化的问题 对 因为你这个围堵在这个 这个世卫革命之下呢 才能让它的企业的这个发展里面呢 能够快速的走路到正轨 对对对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它的这个中小企业发展 是这样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 还有没其他的案例 对 另外在OIN的部分 在中小企业里面呢 定定的十个 这个要点 都是focus在中小企业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第一个还是所谓这个财源的问题 人这个所需要资金的部分 甚至于这个有一些呢 对微小型企业为何贷款 对贷款一般来成本高啦 但是为了中小微小型企业 所谓贷款的部分呢 也就加入到这整个这个系统里面的这个营运 对 那其他像人才的发展啊 等等 这些大概有十项呢 都跟中小企业发展里面有相当的关系 我们再回到就台湾来 台湾自己的国际援助上面 有没有也运用中小企业这一块领域 来作为援助的工具 台湾的部分呢 我们刚刚也有特别提到 因为中小企业啊 是台湾的经济变卖 是 过去这个台湾经济奇迹 对啊对啊 占整个这个企业的97.5 对 创造900多万的这个就业人口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 政府也特别去扶持有关 在中小企业的执心发展 对中卫中心啊 对中卫中心啊 对人才的训练啊 然后对这个之间的取得 上都是针对这个中小企业的辅导嘛 对台湾来讲就是在中小企业 常年在这个政府的政策之下 我们应用的台湾的这个这一套 这一套中小企业模式 就是研究我们这个我们的邦交国 我们的做法大概是怎么做 那研究上我把它分裂两个 一个是双边旁边 所谓双边就是国与国之间 这国与国之间呢 我们有给它的一个转融资贷款 比如说我们跟这个尼加拉瓜 就是当地的这个 我们跟财政部来签约 然后财政部再去挑选 当地的一家商业银行 然后我们把这个款项呢 就拨到当地的商业银行 商业商业银行 再转贷给local的 就是当地的企业 那另外还有像这个 刚刚有提到那个维俄贷款 维俄贷款计划 特别是我们这个维中小企业 他也说资金是很重要 所以要有这个维俄贷款 中小企业常常资金锻炼 没有那个cash flow 就像以前他们都要跑三点半 对对对 常常会听到这个 那给他这个维俄贷款 事实上对他来讲是帮助非常大 及时雨 而且时间很短 半年或是一年 但一次贷款 事实上也没有很多 几百块几千块 除非说有这个买机器设备 稍微高一点 可以到一万两万美金 但是一般来他的金额都非常小 但是他的这种周转力是比较高的 甚至还有我们在外面技术图 福祉的这些的农民 还有这个农企业 我们也提供他销利贷款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技术协助 我们应用的在台湾的那一套 就是有关于在政策面 政策咨询 所谓政策咨询的意思就是我们 帮助对方的这个经济部 来创立而且也订定一套 对中小企业发展一个法律的规范 所以所谓的政策 所以他们怎么做中小企业的辅导 这是一个 第二就是对企业的辅导 对到实力上去做辅导 根据他的不同 比如说食品加工业 然后机械啦 或者是汽车修复 就是去帮助他的 不同的产业跟工业 产业的辅导 那再来就是人产的训练 以及这个财务刚刚所提到就是说 有一部分利用银行的取得 这个融资 为何贷款赚融资等等 资金的来源 这样搭配起来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到现在一直都还是在做的 中小企业辅导 这是在技术协助的 最早就是中美洲七国的机械 都是帮助他们 甚至于结束后 又更深度地对他们的策略 产业 去提供进一步的这种咨询 国际教育训练呢 我们事实上 有在中小企业的这个 相关的训练班 正是从1997年开始 1997年开始 然后我们每一年大概都办的班制 16到18个班 其中有一个班制是绝对不会少的 叫做中小企业的延期班 那这延期班呢 每一年来报名的都是最多的 而且也是最踊跃的 因为大家最想要赚钱 对 中小企业 而且他的成绩也最高 是是是是 有的中小企业 他的到这个次长级的 嗯嗯 已经虽然很忙 但是他还是很希望 到台湾来参与就是取得 有关于中小企业的 政策规划的经验 甚至有的时候还不够 有的时候还加开班 是 分了英语班跟西班牙语班 是 在多边的部分 还是提两个 是 一个就是 卡贝 我们一样的 加入这个卡贝的 有关于中小企业的转融资 但是他跟双边的这个 转融资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这个不只只有 卡贝跟这个ICDF 另外还有其他的 这些的去以外 比如西班牙 是 或者是这个 哥伦比亚 或者是这个 还有韩国 都有加入到这个转融资 那这个转融它也是一样 它是主要受惠就是中美洲的 然后透过转融资的部分 也是去奥运国家的银行 对 然后再去转代到 中小企业 去取得资金 对 所以他会有一个 设一个铺 它的铺跟我们双边 两国之间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它的差异就是说 像两国之间 很明显就知道是 国与国之间 也是来自于 是台湾的 但是在这个 多边的部分 我们前进去的时候 我们不能去干预人家的运作 咖啡就是中美洲经济整合银行 它是根据计划也导向 它所需要的基金就是 从各国所提供的 这个资金的这个部落里面 去做这些计划 副主任你在这部分 就是说过 台湾的对外援助 中小企业辅导方面来说 有没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案例 国会正式成立的时候 1996年就是成立 1997年就也在中美洲五国 中美洲五国 中小企业转融资计划 一直慢慢的延伸 另外一个就是在欧银的部分 欧银的部分 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跟欧银的第一个案子 就是跟百俄罗斯 就是我们加入到欧银的这个 整个转融资的这个铺里面 但是它的受惠国家是百俄罗斯 之后的慢慢跟欧银 就有相当多的 比如说会focus在小企业方面的 这小企业就分三企 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在欧银还有一项 就是农企业的 农企业 农企业的这个部分 而且农企业 大部分也是在中东欧银 这个部分 而且农企业 在整个欧银的这个运作的里头 是这个绩效是最好的 我们的过去就是这些的多边银行 它就负责管理 就是它就收管理费用 就是稍微跟双边有点不一样 是它的运作的效益 或者它影响力相对会比较高 对对对 就是说在多边的部分 因为它会涉及到国际信力的问题 就是说你不能随便这个赖账 赖账的话 除了在国际上会有一个这个信力 人家会把它的 信贫会降低 降低 然后会冻结它的资金 所以这些国家一般来讲 都比较不敢 特别在这种这个国际组织的这个架构之下 会比较这个比较守规矩 比较保守 但跟双边比起来有什么不同 就是说它的能见度啊 或者是它的就是在外交层面上的一些贡献 其实这也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双边的部分 这个钱就是我们援助这些邦交国 援助的资源 很容易理解 这个部分是来自于台湾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说在多边组织里面 这个相关的资源里面 是丢到它的大部落里面 不是只有我们跟多边银行 可能还有它的其他的合作伙伴 或者其他的国家 甚至其他国际组织 也就是说我们的 我们参与的国际能见度相对会被吸食 这就长远而言呢 长远而言它的影响 但是它的效益还是很大的 但是一般有提到这个西式这两制 后来发觉到 其实参与这个多边组织的所谓的架构啊 或者是机制来讲的 好像也没有被吸食 也就是说我们在它的能见度来讲 事实上 双眼国家它也是签约 它的签约它也讲得很清楚 甚至以有一些的重要的 有一些的这些计划里面 在当地的媒体 它会报道长远来讲的话 让这些国际组织 也能够知道有 ICDF这个机构的存在 也让世界看到台湾 最后我想要请教您 在中小企业计划 既然它这么重要 我们现在是日马店的优先领 还有它对于跟这些国际趋势 譬如说永续发展的标准 SDG 它在扣接上 有没有什么相关性 重要性是什么 中小企业呢 事实上是 在整个国际间的这个发展上 是非常重要的 也代表我们过去这几年 对于中小企业领域 投入的资源也越来越多 而且是也蛮稳定的 也像一开始这个国会成立 第一个计划 就是中小企业 七果 季协计划 一亿台币 但是就是涵盖的 钱不多 但是这些涵盖的面 却非常广 到现在中美中小企业 也是等于把他们扶植起来 就是我们当时候的这个 季协跟转融资里面 发为很大的这个效果 那另外就是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跟这个国际的这个接轨 的这个部分呢 因为特别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联合国的SDG 这SDG的第八个构里面呢 就提到有关的经济发展 跟第三个构 特别是对年轻人 还有对这些 微中小型企业的部分呢 都能够有他们一个 这个努力的这个发展 特别在八点三部分 为中小型企业的这个辅导里面 扶持扩充增长等等 让很多年轻人都有机会 能够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它代表的意涵就是指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对 因为它的产业的架构里面 高达百分之98% 几乎都是在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个领域 特别是开发中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是绝对有实质上的意义跟帮助 这个未来在国会的部分呢 我想以后在中小企业的 这些相关的计划 再协助这些我们友好开发中国家的 这个计划里面 中小企业只会 越来越多 不会减少 而且它可以更凸显 它的重要性 这是无庸置 非常感谢鲁副座今天的分享 我们从今天的访谈中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如何运用 和去呢 我们发展中小企业的经验 来协助开发中国家 扶植他们的中小企业 那也期待看到这些 伙伴国家中小企业在成长之后呢 能够为他们的国家 带来同样的经济奇迹 下一期节目呢 鲁副库长将继续跟我们谈谈 环境在对外援助的计划里面 扮演的角色 非常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会 我记得之前 那个中小企业相关的演习办 那时候 一年都要办好几个办 对 那时候我办 是我负责办 那时候都要去 那个中小企业领域中心 对啊 那时候一年大概 每次办 好